字幕提供 怎樣認識Koba? 就是在一個私人會所裡 有一個年輕人 他的造型和身形都很特別 他說 我以前很喜歡聽你做電台節目 他不停跟我說 他立志想做主持人 他是一個很甜的的人 因為疫情關係 我們不能去玩 他被迫在香港 我們每一年都很想吃火雞 火雞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那個私人會所呢 做一隻火雞我們吃 來自不同地方的人 不同階級的人 無論你有錢也好 你有多少名氣也好 你進去願意交個心出來聊天 一隻火雞開始 我和Koba的關係 君渝的第一個 對於我的印象 一定是看家有喜事 對於看電影 對於看電影 然後有了那個印象 之後 到中學時期的時候 就是聽他的電台節目 我特別覺得兩年 我心裡很想拍一些很貼地 關於香港人的故事 我覺得Koba又是另一個很貼地的人 其實這個故事 是觸動到我心裡一件事 關於買樓的問題 這兩年不開心 關於生活 如果我不在香港 我就不會聽到Koba的生活 我都是貼近那個脈絡的 這個是我覺得觸動到我 為什麼會拍這部電影 裡面就是說 那個辣椒獎 就是由COVID 一路這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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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面都是說 整個辣椒獎 但是這件事 就不是一件法績史 就是怎樣把辣椒獎 推到怎樣 反而是人物和人物的故事 就是家庭 我覺得導演是找到的一件事 就是命題很重要 他就是說 很多人輸在起跑線 其實很多人 可能一百個人 有九十九個人 都是輸在起跑線 包括我自己 就是無論你家底 你是不是讀很多書 你漂亮不漂亮 大部分人都是輸在起跑線 但是整個過程裡面 他就是怎樣輸在起跑線 去贏到最後那個冠軍 那個命題很重要 就是你拍一部電影 感動到你 觸動到你 這部就是好電影 我當然是輸在起跑線 包括自己的資質 我覺得我自己讀不到書 還有我自己的性格 我的興趣 不是大眾的審美 我找到一件事 令我自己快樂 那就是演戲 我覺得快樂 就會令到你做的事 更加事半功倍 所以我一直在 這麼多年齡 我找到我的快樂 我又找到我的職業 又找到我的興趣 又找到我的目標 我覺得有個導演 不能夠找到我 可以做一個喜劇的角色 我覺得那個導演 都很厲害 就是你這麼多人 為什麼不找到我 是找到我呢 就是他一定 可以看到我一些特質 可以建立了一個喜劇的人物 或者角色 我現在演了這麼多年齡 我有時候都跟導演說 無論你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導演 或者是新導演 有時候我都可能會演到 滑了瓦的 所以我都不停地 現在和新的導演 和新的演員合作 我希望大家 有些火花 我相信年青人 我甚至乎 我覺得 我和自己的小朋友說 他十五歲 我會說 你有本事怕我 我相信 因為每一個世代 都不同的 你不可以用你那條線 你的標準 去規限別人 每一個年代 都有他的價值觀 每一個人都 年輕過 我又不覺得壞 由寫script 到拍 到演一段 製作 每一次都是一個 新的挑戰 每一次都會 有一次想放棄 但是我的性格就是 當想放棄的時候 我就 跟自己說 是不是真的 自己做不到呢 年紀大的女演員 更限制 限制 所以我就覺得 你也要想方法 我這麼愛電影 我有這麼多年經驗 那我覺得 喂 那當然是找些年輕導演 年輕人合作 那我覺得 不如 自己去 去 將一件事 成為一個作品 也好 一個產品也好 我覺得 我有信心做 所以我就轉了型 你走 你走 你走